錯覺法院亦傳召了包括 前文書公務司司長辦公室的職員 他亦表示不認識案中的嚴犯 歐文龍弟歐文婦亦被妻子陳華彩 而辦公室主任王振東亦透露 歐文龍曾嚴厲斥責 不理歡部門之間私下討論工作 另外有證人就認為 另一嚴犯歐文龍的太太陳銘英處事低調 上任及現任文書公務司司長辦公室主任王振東 歐洲公司表示他只是負責文件上等的處理工作 並沒有參與工程批給這個評審工作 但辦公室的運作模式在前司長時期 和一般司長辦的運作有所不同 到辦公室的文件經秘書登記之後 並非由辦公室主任先處理 而是直接交到司長 作由司長指派相關的顧問工作 也回歸初期 歐文龍亦曾經嚴厲斥責 不喜歡部門之間私下討論工作 並認為歐文龍心思細密主導成強 而前司長辦公室顧問盧桂姆在作公時表示 在1994年至2000年任職新聞局期間 曾經同案中被告之一歐文龍妻子陳銘英共事 他形容陳銘英對同事態度有善 工作認真負責處事低調 是典型的家庭主婦 直至歐文龍獲委任為司長之後 才知道他們是夫妻關係 他出任辦公室顧問 亦是由陳銘英代為遞交離歷 但二人私下就很少接種 前司長歐文龍的秘書表示 除了一般文書登記及秘書的工作之外 亦曾經幫歐文龍到銀行找卡數 以及每月全5至1萬元到歐文龍爸爸 即是另一名嚴犯歐榮光的戶口 相信是每月的家用 三名證人在庭上都表示 歐文龍極少提及家事 所以不認識歐文龍及陳華彩等人 但知道歐文龍的父親是歐榮光 另外另一名證人電力公司前官方董事 李社長妻子張玉冰在作工時就表示 李社長和歐文龍相識20年 但不會經常見面 不知道丈夫和歐文龍有沒有生意往來 她說丈夫在在生時家庭經濟沒問題 惹她丈夫臨終時 她丈夫先告訴她她是澳電官方董事 並教大不用擔心經濟問題 她仍不知道丈夫是一間空殼公司的股東 而這次初級法院傳召的證人有多人因病 不在本澳等原因並沒有出庭 會留到下個星期栽次傳召作工